欢迎来到我的LINKING线上课程 LINKING高级实战的第二个模块 LINKING Profile的深度优化的第一个小节 确立Profile优化的方向和策略 很多朋友经常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注册账号之后 马上就开始填写Profile 没有过多的准备 也没有过多的思考 什么样的Profile才是好的Profile 我们优化Profile的方向是什么 以及具体的策略是什么 所以在本小节当中 我们先不谈每个部分 具体该怎么优化怎么写 而是从一个总体的方向性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在填写和优化Profile的时候 脑袋里面始终要注意的哪些方面 然后在后面的几个小节当中 我们再详细的讲解每个部分 该怎么写怎么具体的去优化 那本小节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优化我们的Profile 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把它做好 第二个部分是优化的方向 把我们的Profile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什么样的Profile是好的Profile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策略和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模块的开始的第一个小节 或者是第二个小节都是以Start with Y开头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以中为始 要明白目标和方向 对吧 要想清楚怎么干之后 我们再开始具体的行动 那这个模块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优化Profile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见客户的时候 是要非常注视自己的仪表 自己的精神状态 还有一些准备工作 那LinkedIn Profile就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线上的版本 一个虚拟的我 那在线下见客户的时候 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的Profile就是我们线上的第一印象 所以一定要非常重视我们的Profile 好的Profile 让你的客户能够更加的了解你 然后相信你 也更愿意去跟你交流 所以下面我们可以展开来讲一下 这句话的话是我很久之前看到一本英文书里面的 我觉得大到字简 所以一直记住了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People do business with people they know, like and trust 国际贸易是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 因为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沟通 因为语言,地理位置,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我们没有办法去充分的了解买卖的双方 所以在买家决定采购一个大的订单之前 少不了对卖家的风险的评估 所以你提供的信息越多 客户能够从你的profile里面能够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知道你过去的经历 知道你如何能够帮助到他们 知道你代表的公司是谁 然后你的一个mission是什么 他们更加能够相信你 更加的对你有信心 那如果他在网上去做调研的时候 发现一个卖家网上任何信息都没有 linked上面可能一两个人或者是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你在邮件里面给买家讲你是一个top5 manufacturer 或者是你是一个多厉害的公司 你怎么样去解释这个问题呢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 绝大部分的公司都会在线上有很多的presents 对吧 那你如果没有这些presents 你怎么样去说服你的客户 你是一家真正的公司 而不是一个皮包公司 我觉得这个很容易理解啊 第二个就是我收到两个好友请求的一个截图 左边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背景图 包括他的头像 他的headline 还有他的 还有他的这个about section 以及他的feature 这里面有很多他的 包括他个人的专访 还有他的一些文章 下面的评论啊点赞等等都还挺多的 然后可以看到他的好友也有很多啊 然后我们有共同好友联系人 所以我毫不犹豫的就通过了他的这个好友请求 那右边这位朋友的话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对吧 他只是随便放了一张图片 然后也没有background picture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信息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那我为什么要通过他的好友请求呢 如果说你的profile填得非常专业 非常的完整 让别人更加能够通过你的好友请求 对不对 而且能够更加的激起对方的兴趣 去跟你沟通啊去聊 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站内和站外的排名 那我在啊 linkin的这个搜索框里面说了一个词啊 一个solar street light 就是太阳能路边灯对吧 那我们看到有些人的profile 就会爬到很前面 有些人profile 可能就是爬到非常非常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关键词的啊布置对吧 一些关键词设置在某些地方 说这个关键词啊这里面 它的名字里面有关键词 当然我不是特别的啊赞同大家去使用这种方法 在右边的话就是在google里面搜索 比如说搜索了top solar street light manufacturer in China 有一些买家 他可能会去了解一下有哪些啊 做这个灯的啊 厂家对吧 在中国一些排名靠前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是一篇linkin的发表的文章 那这篇文章就是啊 这个朋友写的 所以他的这个站内 还是在站外的排名都是非常的高 那说明他的profile的优化 还是做的挺不错的对吧 所以如果你的profile 跟你的关键词的优化做得非常好的话 那你的这个曝光 和你这个搜索排名都会相当的更高 更加有机会去接触到你的潜在的买家啊 所以我们总结来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重视profile优化啊 第一个就是让访客更加了解你 更加容易建立信任啊 打下客户的疑虑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个人品牌和形象 对吧 它相当于我们一个线上的一个个人品牌 它更形象 所以如果你的profile优化的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提高你的好友通过率啊 而且消息的回复率也会更高 第三个方面的话 就是它相当于一个7天24小时在线的一个销售 因为我们作为个人 我们不可能说时时刻刻都在线 对不对 那我们的profile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不知疲倦的一个销售 它不断可以吸引 而且可以转化来访问我们profile的访客 对这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们优化的好的话 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排名 更容易被潜在买家去找到 甚至你可以垄断你的一个niche 也就是说当别人在搜索你的行业相关的关键词的时候 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搜索 你的排名都是在前面 每个位置都是你 对吧 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profile的优化 可以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优化 我们优化的方向应该是哪些 那我自己总结了三个方向 就是说第一个是完整和专业 第二个就是受众导向 第三个是价值导向 那我们分开来讲 看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知道linkin把profile 它是按照完整度来分为五个级别 它没有考虑到说你的质量怎么样 或者你的优化做得怎么样 它只是从完整度这一个维度来分 五个级别 那当然话 如果你的完整度越高 对吧 你的这个曝光率 还有你的通过率等等 都会表现得更好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具体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当你的profile的完整度 低于50%的时候 你的级别profile strength 就是beginner 是一个初级者入门者 这样的级别 那我的下面标注了 这个截图的话 是我注册的一个新的账号 我没有填很多信息 就填了个名字 然后地区 所以它的这个完整度肯定是低于50%的 所以它的这个strength是beginner 那随着你填的东西越多 慢慢的去解锁更高的级别 那如果你填了 打到50%的话 就会显示成intermediate 然后如果你再继续优化 继续填 你会变成advanced 达75%的时候 然后如果你达到90% 你就会显示成expert 当你填了100%的之后呢 它就会显示一个all-star 所以我们在优化这个profile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一定是all-star 对吧 就是填最好的 那怎么样可以看到我们这个profile strength呢 进入到你的profile的时候 在你的这个名字这个部分下面 这里有一个yourdashboard 这个部分只是你自己可以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 你的访客看不到 只有你自己登录账号之后 在后台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有一个all-star 如果你是beginner的话 这里也会显示beginner 那在手机端的话 它也是在你的名字下面 有一个yourdashboard 然后你点击一下 这个all-star 它会显示出来 你当前的这个级别 我觉得完整跟专业 应该算是最低的要求 就是你的profile 一定要达到all-star 这样的级别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任务 对吧 我们只要按照它的这个设置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填 我们就可以达到all-star 那这样吧 我们来看一下 CEO 看一下CEO at Lincoln 对吧 我们看一下Lincoln的CEO 他的profile怎么写的 最新的CEO是Ryan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视频 在我们之前第一个模块里面也讲到了 对吧 名字当然是有的 然后headline 当前的地区 follow 好友人数 当然这个地方可以设置 我们一般会设置成connect 那像他这种名人的话 肯定每一天会收到无数的这个connect 所以作为名人来讲的话 他可以把这里直接设置成follow 我不建议大家去把这个地方设置成默认成follow 最好是直接connect 然后下面的话 他有feature的这个部分 就是他写了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点赞和评论 OK 他的一些活动 然后下面是他的activity 他的分享 shared shared 然后about的部分 他也写了 然后再就是他的work experience 工作经历 在linkin工作了12年 然后go daddy 工作了两年多 董事会成员 他的一些证书 他也学了一些课程和证书 也有growth hacking 销售 很多啊 还有包括他一些技能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技能 非常的多 而且这些认可非常多 然后他的recommendations 给别人的有三个 然后他有一些成就 比如说他有一些专利啊 patterns 语言会讲西班牙语跟英语 他的一些兴趣和关注的人和公司等等 ok他的这个profile是非常的完整 我们填自己的profile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完整度 那说完了allstar的完整度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向 就是我们一定要受众导向 对吧 我们要针对我们目标客户来写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 我们写的东西一定是客户想要看到的 他应该要知道的 我们要能让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术语 能够让他们去了解你 然后让他们去建立信心 从你这里购买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填 就一定要把我们的受众 放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去 要以受众为中心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买家的画像 需要了解哪些方面 比如说性别和年龄段 对吧 还有他的地理位置 比如说你开发某一个国家市场 或是某一个区域 那你的地理位置 肯定就是限定哪个方向 对吧 包括他的语言 那比如说你如果是专门做南美洲 做西域市场的 那你的profile里面 那肯定是要有profile的版本 对吧 因为有很多 南美的西班牙语的客户 他可能没有英语的版本 或者是他英语不够好 第三个话就是他的文化程度 他的专业 收入状况 右边的话就说 包括他所属的行业 因为有些产品的话 他应用的行业 其实不止一种 他可以被应用到很多行业 所以你要有一个划分 你的一个行业的细分 然后他的应用场景 那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应用场景 他们关注的点是什么 他们搜索的那些词 这些东西你都是必须要关注的 因为这些词的话 你会放到你的profile里面去 然后你要知道这些做决策者的 或者说这些做购买决策的 他们的tattle是什么 他们的级别是什么 他们的职能是什么 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说 那一般都是sourcing 或者是purchaser 或者是buyer这种词 其实按照我的经验来看 有很多行业 并不是这样的人在负责采购 比如说拿手机来讲 手机的这个采购的话 比如说像运营商里面 我接触过很多运营商 他们里面的这个负责采购的这个人 他不是叫做buyer或者是purchaser 他叫做device manager 或者是portfolio manager 所以他有一些特定行业里面 他有一些特定的这个词 那表示特定的一个职能 来负责跟工业商的对接 比如说策选导入 然后下单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懂 就是在每个行业里面 他们的叫法 或者说他们通常的一些职位是哪些 然后的话就是你一定要明白你的目标公司 是什么样的公司 是财富500强公司 还是说一个中小型公司 是零售商还是分销商 公司类型大家一定要清楚 还有包括他们的业务模式 有些人比如说做sourcing agent 就是做采购代理 在国内跟国外的 给国外的客户做采购代理 那你采购代理 你针对的客户权是哪些 那你用的术语 你用的词又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专门给 做亚马逊的卖家 做sourcing 就是Amazon seller 对吧 还有一些朋友专门给那些dropshipper 做一键代发的这些电商 做shopify的这些人 做采购 那你的这个profile里面 还有的词又不一样 那我们在受众导向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价值导向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profile 它一定是能够突出 我们如何来帮助潜在的客户 要有这样的信息 那怎么样去体现你的价值 我觉得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你你的人 你作为一个人 你的价值对吧 比如说你的行业经验 你的工作经验 你的专业技能 培训经历 证书专利等等 和你过去的一些成就 让客户对你这个人充满了信心 他觉得和你connect 是有价值的 即使不从你这里买东西 他看到你的profile之后 看到你的分析的内容之后 他觉得他可以从你这里获得一些价值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的话 关于价值导向就是说 你的价值主张要非常明确 就是说你在你的headline 或summary工作经验部分 你一定要凸显出自己能够帮助的是哪些群体 解决的是什么样的具体的问题 或者是痛点 你强调的是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和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利益点 而不是单纯的说做一个职位和建立的一个陈述 右边这个截图的话 就是这个哈佛商业评论里面的一篇文章 叫做The B2B Elements of Value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在Google里面去搜索一下 The B2B Elements of Value 这个文章 它里面就提到了做B2B销售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发掘你自己的价值主张 它分了很多的类别 比如说Individual Value 就是对于个人来说 它的Value 比如说你跟一个采购联系 对吧 那你的Value对于他个人来讲 有那些价值 对不对 然后Easy of Doing Business Value 比如说你能够给他们节省时间 降低他们的难度 比如说降低他们的成本等等 对于他们的组织来说 有那些利益点 然后对于这个操作性的Value 比如说可以什么 Cost Reduction 可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 Scalability 升级 对吧 Innovation 提高他们的这个创新程度 所以它分了很多方面去找这个Value Proposition 就是说找到你的这个价值主张 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好好的看一下 这个其实在你写开发线的时候 也可以用得到 OK 说完了这个优化的方向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策略和方法 我主要把它分成了五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我们的Profile 它不是为了找工作 我们不是说做一个简历式的Profile 我们也不是说像刚刚Ninkin的CEO Ryan 他的那个Profile一样 主要是为了个人声誉 对吧 和品牌展示 因为他是迷人嘛 我们主要是为了Social Selling 对不对 我们为了业务能够真正的做起来 所以我们整个的Profile的优化 一定是聚焦于怎么样能够做Social Selling 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给我们带来销量 带来销售 对吧 第二个就是找准定位 找准定位有两层意识 第一层意识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迎合我们自己的目标 受众的特点 他们的需求和他们的偏好 出写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自己个人的定位是什么 什么角色 一定非常清楚 我看到有些朋友 他本来他本来是做的销售 但是他在他的这个Ninking profile的headline里面写 比如说他可能是说什么marketing manager 或者是project manager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职位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妥当 那一般来讲的话 可能写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或者是account manager 这样的话是比较切合你的自己的这个职位的定位的 那你怎么去找准定位呢 你可以去分析自己现有的客户 对吧 或者是曾经合作过的一些客户 你同行的客户等等 然后也可以团队里面去做头脑风暴 然后去做客户权的细分 找出自己的这个buyerperson 就找出自己的这个买家的画像 第三个的话就说我们要选准关键词 然后把这些关键词放到我们的headline里面去 或者summer里面去 我们在做Linking profile 一定要有这个SEO的思维 这样的话可以确保我们的盘名和曝光量 那常见的关键词工具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去搜索去使用 这里的话我就不想讲 在后面的话我们可能会讲一些 第四点的话就是提炼价值主张 我们需要去研究我们买家当前的痛点 他们采购的一些关注点 然后现有的产品和方法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产品的特点 卖点 那相对于同行的优势 然后给买家带来的核心利点是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提炼一个明确的价值主张出来 第五点的话可能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忽虐掉的 就是说我们的profile它的一个调性是什么 因为linkin本质上它是一个社交平台 那你的社交平台的话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这样的personality 你的个性和你的风格 对吧 我们追求的一个风格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conversational的 一个natural的一个非常 就像谈话一样 就像朋友之间的一个谈话一样 也不要说过于的正式和非常非常的硬核和专业 也不用说非常的casual随意 对吧 所以我们去研造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友好 或者乐于助人啊 开放的这样一个个人形象 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用一些第二任层 比如说you对吧 去拉近你跟读者的这个心理的距离 也代表自己更多的去focus on 在这个访客的身上 而不是一直啊啊啊 我我我能什么 wewe我们公司能够什么什么 就是一直强调自己啊 而不是强调你的潜在的买家 ok那我们本小节就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后面的话会详细的具体的去讲 每个部分怎么去写怎么去优化 ok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拜拜